昨天下午发生一起火警 在马公的市郊新人社区一片荒地因不知原因起火 当地因为都是杂草和银河欢 消防车辆无法进入 只能靠人力拉水现灌旧 火势也持续向周边社区延烧至傍晚 发生在新人社区荒地上的火警 因为当地都是杂草和银河欢 都是助燃物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尽管新人位在郊区 但冒出的浓烟 连在市中心都肉眼可见 消防局后报后随即出动人车到场 连军方也派消防车支援 总计13辆消防车赶到现场后 才发现无用武之地 因为当地几乎是杂草和银河欢 连让人行走的通道都没有 车辆无法进去 消防员只好拉着水线 缓步往起火点靠近 新人里长王太平说 火警大约在下午三点半左右发生 起火原因不明 他通报消防局后赶到现场查看 我到现场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官员中 是 他就是五分三个火点了啦 是 那五分三个火点 因为他的厨房压得比较烧热 是 由于银河欢是澎湖人 早期用来助燃柴火的材料 树干本体在冬季干燥后 更容易助燃 加上这片荒地 据闻有废弃轮胎堆积 再加上风势助长 各种不利因素加在一起 让救火十分困难 进度缓慢 但消防局还是持续灭火之傍晚 记者陈荣誉报道